刚才的那个方法 基本上就是四种方式 就是你可以搭配指标 然后去做它的这个阵列的位移 阵列的这个移动 那也可以用本身用阵列的名称 就最传统的方式 或者说我们直接利用 指标也可以当成是用下标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 我们这边特别第一次提到 可能应该是指标下标的概念 它就直接是利用指标当成是一个阵列 所以用成下标 用中刮虎的概念 这个就是下标的概念 所以这个会对应到它原先的 什么阵列的里面的元素 所以这个就是一对一的对应 所以刚才我们用了这四种方法 去把这阵列印出来 那接下来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们要等到 我们再拉回来 我们前面刚才还没谈的部分 才能够来谈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我们待会再回来看 我们先再拉回来看 比较困难一点的地方 比较困难 但是也没有那么困难 就是我们一开始没有谈到的Const 这Const呢 你要注意到它本身就是一个叫做 就常数的概念 那这个它把它叫做一个修饰词 Qualify Qualify应该就是把它认定它有什么资格 所以它是认定它是一个常数的资格 那这个时候呢 编译器就知道说 你如果是把一个变数宣告成Const的话 你如果在 你在你的程式码里面尝试去改变 这个已经宣告为Const的一个变数的话 即便它是变数 但是我是把它视为什么 我是把它视为常数 那把它视为常数的话呢 就会 你再如果去尝试更动它的内容的话 那这个编译器就会产生编译错误 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这种方式呢 我们会应用在 搭配在所谓的这个Passed by Reference 就是我们在传 传子标给韩式的时候呢 就会让它的变化性变得很大 所以它基本上有四种方法 这四种方法呢 就是搭配Const就会让我原先Passed by Reference 传参考的那个概念会变得更多样性 多样性更高一点 那有四种 这四种的说明呢 我们先不看它 我们直接来看例子 看例子 那看例子才会比较清楚 看这个说明 那我这边会搭配 之后我们会再搭配一个例子来看 我们先 这边的说明 这个例子叫做 指向非常数资料的非常数指标 很复杂对不对 反正就是一个指标 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啦 就是说它本身 指标它不是Constant 我们说过指标可以是常数对不对 所以指标不是Constant 非常数就不是Constant 那不是Constant就是变数嘛 对不对 那另外你的资料本身也不是Constant 就代表里面的资料 它也是可以变的 所以它现在会有两种情形 就是指标本身是不是可以变的 那指标所指向的内容 这个内容是不是可以变的 它现在多了这一块东西 所以它这个第一种类型 就是两个都是可以动的 所以它都叫做非常数啦 非常数 那这种类 第一种例子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谈的 就是Passed by reference的概念 就是我们之前在 7-4在谈的就是Passed by reference 很简单 所以我们用这个题目来说明 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我们 跟我们7-4的例子大同小异啦 我们直接来看它的例子好了 这就是我们说假设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函式 叫做Convert to uppercase 就是我们要把里面的字串 字串里面的字元 要把它改写成大写 那不过这个地方 因为要改写成大写 也牵涉到我们在第八章会谈到的一些函式 第八章跟我们第八章跟第九章 我们打算是让你们回去自己看 因为第八章跟第九章里面要谈的东西 就让你们自己先回去看 我们大概就会用一周的时间就把它上完 因为那个东西都是 都是怎么说 就是你要去用就对了 那它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说明的 当然我们可以你们就要等于先回去看 我们再用上课用讨论的方式 那里面会牵涉到就是说 会用到这个字串的处理函式 那C里面提供很多字串的处理函式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可以把小写改成大写 小写改成大写 那这里面你就要去include 它的这个library叫C-type C-type library 所以你如果要用到字串的这些函式的话 一定要include这个C-type 那因为我们这边的函式 这个函式主要的功能是要把一个字串 那字串本身就是一个字圆阵列 字串是不是字圆阵列 字圆就是只有一个字嘛 那字圆阵列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字串 那我们要把这个字串里面的小写变成大写 所以我一个函式是这样 那它没有传回东西啦 所以它这边是传什么 character star s-point 所以它是传参考 传参考 那我这组程式里面呢 有一个字串叫什么 chcharacter n的什么 32.98 这是我的这个string 这string就是代表它是一个字串 那不先去把它大小 先把它选出 不指定它的大小啦 就depend on它后面的这个什么 这段引数 这个双引号引起来的是什么 是一个字串常数嘛 我这个字串常数就把它存到什么 存到这个字串的阵列里面嘛 或字串的变数啦 当然这个是一个阵列没错啦 但是它就是一个字圆的阵列啦 字圆阵列 好那接下来 它就是去呼叫这个convert to uppercase 那convert to uppercase 它就是把这个string 那string本身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名称嘛 这个名称 它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传进来 那传进来之后呢 传进来之后 它这个是 等于这个string string它是代表第一个变 就是等于它的阵列的第一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就传到什么 会用什么来跟它做接收 用s-point这个caricular point 对不对 string刚刚说过啦 string是什么 是一个字圆的阵列嘛 字圆的阵列 它本身是一个字串 但是这个字圆的阵列 这个字圆阵列的名称 名称代表什么 代表第一个 这个阵列的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address嘛 那第一个address 现在等于是用这个什么 s-ptr来什么 来接它啦 就是等于是跟它做对应嘛 那这个就是pass by reference啊 就是我们之前学的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现在 之前我们都是用int啊 用数字嘛 现在是变成是用字串嘛 那这个东西进来之后呢 它做这件动作 做这个动作 这动作什么呢 用一个while 这个回圈 这个回圈呢 它用这个信号s-ptr 然后 这个什么 不等于 backslash0是什么 我们说字串通常 像这边有几个字 这边好几个字啊 这个字串除了这几个字之外 它还会再加一个什么 在它的尾巴会加什么 会加一个ending的东西啊 不是空格啦 那是看不到的东西啦 它也没有空格 它就是一个叫做ending的什么 ending的字圆嘛 没有印象吗 我看你们情报搞不好很惨哦 问了半天都没有什么 这个backslash0 我们不是也之前讲过吗 你如果是字圆的阵列的话 而sign到这边的话 它最后自己会加一个什么 你们回去我们在看书啦 还是回去就是拼命写程式 写程式你之前不用先看吗 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backslash就是它的这个自串阵列 或者自圆阵列 应该算自圆阵列的ending 最后的那个东西嘛 那我是用这个sptr去指向什么 一开始是指向这个string的一开始 所以一开始它应该是指向哪里 指向c对不对 指向c的这个自圆的一个开始的位置 那前面加新号什么意思 就是把它抓出来嘛 把那个address所对应的内容把它抓出来 所以它这边第一个应该会抓多少 抓小c嘛 这抓小c 小c有没有等于backslash0 没有 没有 所以不等于 所以怎么样 成立 所以它就会继续往下走嘛 对不对 往下走 所以它这边接下来做一个动作叫做 去呼叫一个韩式啦 这个韩式就是在我们的ctype里面内建的 叫做to upper to upper就是 to就是到嘛 upper就是把它变成上 变成大写 大写就是把它类似变成upper 那种概念 为什么 你们记键盘里面要做成那个 要写大写怎么 除了按shift 你不是可以按一个什么cap键 对不对 那cap键有时候它 它常常会用一个往上的符号嘛 特别是像你们用手机 手机如果要变成英文的大写 不是它会用一个往上的符号吗 所以为什么叫upper upper就是让它大写啦 所以to upper这个东西 这个韩式就是要让 这个里面的字元 所以这个sptr指向一个单一的 它现在是一个point对不对 但是它指向哪里 指向一个单一的字元嘛 所以我们说刚才第一个 它会先把小c拉进来对不对 小c这时候是sptr所指向的那个address 然后前面再加信号 就会去把它抓这个c 小c就抓出来了 多多意思啊 你家人呢 那埋头苦看 看得懂吗 所以这边 型号sptr是第一个小c 小c它经过这个韩式 去把它转换 就会变成大c 变成大c之后呢 它就会把它存在哪里 存在它第一个位置的内容 这个也是信号啊 对不对 那信号代表是指向的内容 所以它的内容原来从小c就变成什么 大c啊 那小c变成大c 所以它的 它这个point所存 里面所存的东西就被改变了嘛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没错啦 那接下来它再把这个sptr加加 那我们说这个point加加是什么 就到下一个什么 下一个位置啊 所以下一个位置之后再回到fire 所以下一个位置它会指到哪里 大写的h 那大写的h有没有等于backslash0 没有 所以继续往下 那当然如果你本身是大写 它这个tooperate就没有功能啦 所以它的这个就类似不动啦 所以这个sptr还是大写 那接下来再一样把这个sptr再把它加加 就移动到下一个阵列 移动到阵列的下一个元素啦 好上r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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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尾巴之后呢 那因为它只会针对字母 tooper它只会针对字母 那至于这些特殊的字元还有阿拉伯数字 它是不会去动它的 然后最后会总会跑到最后一个叫什么 我们说过 字元的阵列它最后都会加 自动会加上一个什么 backslash0 所以说你的阵列的大小 虽然我们这边没有宣告 但是如果你这边要给它一个数字呢 你这边应该给多少 要把这边有几个数字再加1嘛 对不对 所以它最后总是会碰到backslash0 所以当它碰到backslash0 就代表这个阵列结束了嘛 那阵列结束所以它就跳开 对不对 跳开然后到哪边去了 就到尾巴啦 尾巴这边没有return嘛 没有return 没有return但是因为你的 你的这个你是passed by reference 所以你的这个 在原来组程式里面的这个string 因为你是passed by reference 所以它里面的内容已经被改变了 都在哪边改变 在这个函式里面被改变了 所以回到组程式后 你的string就会变成什么 就变成在你的函式改变的内容的结果 所以它就会从原来的 原来的是这样 有大小写这样间隔的东西 执行完这个函式之后 回到这边它就会变成什么 都变得大写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passed by reference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我们希望 希望它的这个point本身也会变 point它的这个位置也会变 然后它的里面所指向的内容也会变 这个就很 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的 因为我们这边在谈const 待会会看到const 因为我们这边都让它可以变 所以就是说这些的指标 指标所指向的内容物可以变 那指标本身也会移动 所以它两个都是可以动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非常数资料 非常数指标 非常数就是可以动 非常数就是可以动 那它的指向的资料也是可以动的 这两个都可以动 这个是我们之前谈的passed by reference的概念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最normal的 最正常的 所以这个都可以动 资料可以动 指标也可以动 因为指标它有加加嘛 对不对 这样知道吗 这个叫做指向非常数资料的非常数指标 那我们这个例子相当于把它换成大写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最常用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介绍一个 就开始把它加const的这个东西进来了 接下来加const就是说 这时候我们指向的是一个常数资料 刚才的资料是非常数 现在是资料变成常数 但是你的指标还是非常数 所以两个东西 你的指标是一个变数 就代表你指标是可以动 但是你的资料 你的指标所原先指向的资料 它是不会动 是叫非常数 那怎么宣告呢 这边要注意 我们要宣告的概念是把它宣告成 原先我们如果是宣告 是character star sptr 那我们再把前面 在宣告这个point之前 前面再宣告一个 再加上一个const 把指标 宣告之前 前面再加上一个const结果 代表这个指标所指向的内容 是不会动 指标所指向的内容 是一个常数 是不会动它的 那是把const加在前面 我们待会还会把const加在里面 还会加在这个point里面 但是先 那个是之后再 我们待会才会看得到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原先的 单纯的宣告一个point 是这样 是这样的 一个结果 你前面再加const 那代表你的这个point 是一个可以变的 所以是非常数指标 那这个xpoint是可以变的 但是它会指向一个什么 指向的这个字元 会是一个常数的字元 就是那个东西是不会动 那个位置 这个指标所指向的 那个位置里面的内容 那个内容是不会动它的 所以是这样宣告它 叫const caricature star 所以 就这么说的 指向常数资料的非常数指标 它的资料是不会改变 指标是可以改变 指标是可以变动 那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应用呢 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要传入 阵列的元素 那你不想更改 阵列的元素的内容的时候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我们在 好像之前也有用过 就是你只是要把 因为我们刚刚说 pass by reference 的副作用是 你如果像刚才的内容是 你在里面动它 它的这个什么 内容就更能变了 它的阵列的内容更能变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把 阵列的资料传进去 函视 但是你不希望去 因为不小心的操作 而去改变了 它的这个阵列的内容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const caricature star point 这样的方式 那我这样所指标 虽然它是 也一样是pass by reference 但是当它pass by reference 到我的函视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尝试要改变 这个point所指的内容 去改变它的东西的时候 这时候编译器 就会产生错误 它等于就是做了一个 安全保护的一个措施 安全保护的措施 这样的概念 所以用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你传入阵列的 传入函视的这个阵列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改变它 当你不想去改变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虽然它看起来 还是pass by reference 它还是pass by reference 但是它前面因为加了const 所以你的内容 正确的内容 是不会去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边请问我考一定考啊 你们如果不听的话 你就准备被当 不懂要问了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 print caricature 然后呢 这时候你看它的引述是 原来的character s-point 前面加一个const 那主程式里面呢 就是一个string这个东西 那这边put s 只是把这个东西列印出来 然后我这边去呼叫什么 呼叫一个print caricature 这个一个函式 那这个函式里面呢 它也是一样把这个string 当成是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 阵列的名称 那这个阵列的名称代表就是什么 代表是这个point 是跟它是 这是对应它的嘛 只不过这时候 对应它里面它的内容 因为你前面在宣告的影视 把它加了const 当你把这个影视加了const 这代表 你这个东西虽然是指向 这个s-point 虽然是指向这个string 但是里面的内容 你是不能够在里面去改变它的 如果你去改变它里面的这个里面的任何的内容的话 你编译器就会产生错误了 那接下来 它其实print caricature也很简单 print caricature就是 它只是去把它做列印 那当然这个列印过程中间 你是没有去做任何的变动 所以你看它一样是 它的影视还是const caricature x-point 那我在这边的回圈 这回圈里面呢 就是从 当你这个x-point不等于0 不等于这个x-0的时候 它会去印这个 去印这个 所以看来它只是印嘛 它只是印它 所以它并没有去改变什么 它的内容 对不对 它没有去改变它的内容 但如果你要用刚才的那个方式 用那个什么 to upper 如果你要用to upper 去跟它去做对应的话 那你的编译就会产生错误 待会我们就会看这个例子 如果你强 你如果是呆呆地忘记 要去改变它的内容的话 那但是你又宣告成cons 那这时候编译记 就会给你一个编译错误 那这边它用这个回圈 它这个回圈是用for回圈 对不对 这破回圈 我们说for回圈一般都 都怎么样 有三个嘛 那这边它只用 用几个 用两个 那这什么意思 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 你们之前可能也没有用过 不过这个反正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写法 你如果for有三个 三个条件嘛 第一个条件在法什么 起始值啊 对啊 所以它等于是没有起始值啊 所以没有起始值 它就怎么样 它就不管它 反正它就一定会进来嘛 因为它也不需要起始值啊 因为它的起始值就是这个嘛 x-point这个东西啊 所以一开始就直接进来 所以x-point只要不等于backslash0的话 它就会然后就会在这里面run 一直run到什么时候 然后当然每一次都会把这个x-point加加 所以这个x-point它本身是可以动的 所以它可以加加 你加它是OK的 让它从这个位置移动到下一个位置 但是它的内容呢 x-point所指的内容呢 我们没有去做任何的更动 我们只是把它印出来 抓出来印出来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这里面是没有动它的 所以这个是 那如果 接下来这个例子就是一个 我们就是故意要把它让它出错的例子 如果我们 这个例子要尝试说 我们如果接受一个指向指数的资料的非常速指标 我们尝试要去改变它的话 尝试去改变它的话 那就会造成编译的错误了 直接看例子 这只是一个test的例子 假设我有一个 f的函式 很简单 那它里面的引数是const int star x-point 好那组程式 组程式里面 我就宣告一个整数变数y 然后呢我在f里面呢 用m%y去把它传进去 所以这个y是对应到什么 这个y就是对应到这个x-point 然后我传到我的 这个函式里面 那这个函式里面要做一件事情很简单 它直接用这个去接它 有没有 star x-point去接它 去接什么 去接y嘛 去接y 那 那这时候如果你要把这个100存到什么 存到它的内容 存到x-point的知道内容 但是我们说过这个x-point它所指向的 它所指向的内容是什么 是常数啊 那你现在又要把100存给它 你就要改变它的内容 那这时候编译呢 就会产生错误了 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 这个就是一个保险措施嘛 我刚刚说保险措施说 你如果你要传paste by reference 的过程里面 你不希望你的函式去改变它的内容 改变这个point所指向的内容的话 你前面就要加一个const 前面加一个const 那它编译就会帮你把关 那你如果尝试在函式里面 要去跟它动手脚的话 它就给你 杠掉 就是编译错误了 让你清楚吗 所以这个是 当你在 宣告一个point前面 把它宣告成const的时候 代表它指向 这个point所指向的内容 是不能够去动的 它就是一个常数啦 就这样 有没有问题 还是听不懂 不懂是哪边不懂 它就是很多弹性的东西啦 太弹性了 反正就是 有很多地方要特别去注意它 所以你的const要记者 要放在 宣告是要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这个叫做 这种情况就是指向 你的指标 这个是一个变数可以动 但是你指标所指向的内容 是不可以动的 是不可以动的 好 那 我们回到这边的例子 我们刚刚其实看的是什么 指标都是非常数 非常数指标 非常数指标 但是它可以对应 非常数资料跟常数资料 指标对应资料嘛 对不对 指标它是可以指向 一个变数里面的资料嘛 所以 非常数指标 如果指向非常数资料的话 资料可以透过指标更改 那指标本身也可以更改 指向其他资料 就是我们刚才的point可以加加嘛 它就指向另外一个资料 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第一个例子 那另外 非常数指标可以对应到常数资料 那指标是可以更改 像刚才我们那个for的回圈 它的指标是可以一直加加 一直建一直变 所以这个指标是可以变的 但是它指标所指向的资料是不会动的 是不会动的 所以是这一块 那如果我们把它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来看的话 我们连海 我们的address address就是我们的指标 连海路70号 就是我们中山大学嘛 它的内容是什么 中山大学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看嘛 但我不晓得这样你们会不会更清楚啦 试看看 假设现在指标可以变 非常数嘛 所以代表它的地址 地址是可以动的 那 资料是什么 资料就是它的内容 那现在这个内容是多少 是中山大学 对不对 所以指标地址可以动 房客可以变动 这是对应第一个 所以地址可以变动 那就地址可以变到连海路70号 我们现在是70号对不对 那可以变成80号嘛 那80号可能就跑到财山里面去了 我不知道随便讲 有没有80号我说的我也不知道 连海路80号可以变 那我们的内容呢 里面原先连海路70号可能现在是中山大学 但你又搞不好中山大学被高雄市政府赶走啦 有没有可能 有啊 高雄市政府一直想把我们中山大学赶走啊 因为他觉得西子湾太漂亮了 应该是归还给高雄市政府 所以他希望把中山大学赶走啊 有可能啊 所以可能也许以后变成海巡署 随便讲啊 所以它的内容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连海路70号可以指向中山大学 但是中山大学以后可以变成什么 海巡署 或可以变成高雄市政府的什么什么什么单位 类似这样 然后连海路70号也可以变 可以到连海路80号或连海路60号 那它指向 它可以指到 它的地址可以变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数指标指向非常数资料的概念 这有没有比较好懂 有 只有你 那另外如果是地址可以变 房客不能变呢 那房客不能变就是说代表我们中山大学 永远会在连海路70号 就 我们就打死不走 市政府再怎么逼我们 我们都不会动 所以连海路70号永远是对应中山大学 你今天如果要把中山大学换成海巡署 编译器就说不行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常数嘛 其实中山大学这个内容是不会动的 但是连海路70号可以变成连海路80号 或连海路60号 它的地址是可以变的 它就是这个address还是可以去变化它了 还是可以变成什么连海路60号 那当然连海路60号就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懂不懂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address是可以变的 但是它原来的70号所指向的内容是不会变的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二个例子 非常数指标指向一个常数资料的概念 这样有没有比较好动 有吗 有没有比较好动 还是看不清楚 为什么一个可以动一个不能动 那反正它这个就是c它可以弹性的设施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之前看的就是这些东西啦 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啦 pass by reference一般都是这个 所以你们上礼拜写的那些东西大概都是这些 好啦那这个是我们刚看到这两个例子 那另外还有两个 另外两个我们先看这边也可以啦 另外一个就是常数指标指向非常数资料 常数指标就变成你的指标这时候是一个常数啊 你的指标不会动啊 但是你的资料是可以动的 这就很奇怪啊 所以指标它可以更改 可以更改它所指向的数值 就是说这个指标我们对应到这边还是来看好了 就是说指标是不变的 所以代表 我们今天看连海路70号就是永远是看连海路70号 我们不会去看连海路80号或连海路60号 所以指标地址是不变永远是连海路70号 但是连海路70号里面的内容是说 中山大学现在可以变成什么 海军署或是高中市政府 所以70号里面的内容是可以变 但是70号我永远就只固定在70号 今天要谈的东西就只看到这个指标 这个address永远只是连海路70号 我不会去动到它 这个就是常数指标指向非常数资料的概念 那最后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可以动 就是常数指标指向常数资料 那就是你的指标永远是同样一个记忆体 那你的记忆体里面的内容也都不能动 那就是说连海路70号永远不能动 里面的房客也永远是中山大学 就这样 这个是最后这两个部分我们还没看 所以你可以把它对照这样的概念去看它 所以我们刚才看的是前两个 前两个 所以前两个我们再回来看 像这个例子里面 你有动到什么 你的point是不是有动到 你的point原先是指到它的第一个位置 SPTR 你跟它承接的时候是指到string的第一个位置 然后你这边去把它做加加 所以你这个point有没有变了 你这个point现在从原先如果是3000 现在变成3004 所以你的point变了嘛 那你的内容有没有变 你把它变成upper 所以也变了 所以这两个都可以动 那这个例子呢 这个例子里面是 这个例子里面是我把 指标是可以动 指标是可以动 但是它所指向的内容是不能动 所以要这样宣告 宣告成const在前面 那这样的话它的指标是不会动 那指标是可以动的啦 那所以你看到我这些print character string 所以我把string传到哪里 传到这里面 所以传到这里面的时候 你看你的这个 你在这个for的回圈里面 你没有把指标去动它 你指标有没有把它加加 指标加加就代表 指标可以移动到下一个位置嘛 所以这个是指标可以动嘛 对不对 指标可以动 但是我这里面有没有动到它的内容 没有啊 这内容我没有去动它 你如果一动它呢 它就错啦 所以这个时候是用const character的stop x-point这样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你尝试的要去动它 有没有 你要尝试去动它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 它就会产生变异错误 所以你宣告如果是const int start point x-point 这个x-point所指向的内容 你如果要尝试去在函式里面去改变它的话 它就会产生错误 因为它这个东西 它不允许你在函式里面去动它 再换一个 就是我们最后那两个column 最后那个column里面那两个东西 指向非常数资料的常数指标 所以指标是constant 但是资料是什么 资料是非constant 那这时候怎么宣告呢 这时候宣告是宣告成in 就是类似我们在7-13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宣告int start const point 所以我这时候把const写在哪里 写到里面去 刚才的const写在哪边 外面嘛 现在const写在哪边 在信号跟这个变数之间 加一个const 那这样的话 你的指标就变成是constant 就这样 所以这样的意思代表 这个point是一个常数指标 然后指向一个整数的变数 指向变数x 指向变数x怎么指向 我们待会看 所以 所以当指标在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就用const来宣告 它是一个常数指标 就类似这样一个宣告 用const宣告一个常数指标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它会指向一个非常数资料 就是它的资料是可以变的 但是它的指标的内容 是不会动它的 因为它会永远值到同一个记忆体的位置 它永远都值到连海路70号就对了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指标 来更改它的数值 因为它的内容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它的位置是不会变的 就这样 那我们这边用一个例子 是错误的例子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例子 这边很简单 x跟y而已 那我在主程式里面又宣告一个 int star const point 然后呢我是把s的address assign到哪里 assign到这个const的指标 assign到这个const的指标 所以这个指标现在就不会动了 这个ptr就永远值到什么 某一个固定的一个address 那我这个时候如果呢 7我可以先assign给这个start point 这是可以被allow的 可以允许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point是它的内容 它指向的内容是可以变的 所以我这时候可以把7存到什么 存到这个point所指的内容 所以这是OK的 但是如果我这时候要把另外一个变数的address 存到point呢 这样就不行了 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很难啊 对不对 这边就会产生错误了 因为你已经先把x的g 那个address存到他那边了嘛 那你又宣告他是一个constant的point 所以你要再去处理他这个point的话 这变成这个错了 或者是你在这边把point加加 或加等 或是减等 都不行 因为他就是一个constant的point 那这个当然 反正就是这是一个指向什么 指向 指向非常数资料的常数指标 指向非常数资料的常数指标 好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阵列名称 阵列的名称就是什么 阵列名称就是一个常数指标 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过吗 有没有提到 有 阵列名称就是一个常数指标 所以阵列名称 它本身是一个常数指标 所以它这个b 刚刚不是有看到一个b 你尝试下去做它是错误的吗 有没有 我们刚刚不是 先知道 阵列名称是这种 这种是什么 常数指标 就是它的指标的内容是不能去动它的 那这种指标 所以阵列名称是一个指向在起始位置的常数指标 所以 虽然你 但是你阵列名称你可以 透过阵列名称去指向它的指标 然后来去变化它里面的内容 但它内容是可以变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才不是在 在很后面 我们刚才在一个地方 第三个 不是 我们刚才在哪边 这个啦 我们刚才不是说要把它b加等3 有没有 b加等3 因为阵列名称是一个常数指标 所以你要利用阵列去把它做这种 所谓的下标的表示方式 你等于是改变它的阵列的 记忆体的位置 这时候就会产生错误啦 所以这个要注意 阵列名称就是一个常数指标 但是它的内容是可以变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要谈的这个 阵列名称就是这种指标 所以你不能够去改变它的指标的位置 但是它的内容是可以改变的 好 那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 常数资料 常数指标 两个都不能动 那两个不能动怎么宣告呢 就把刚才那两个组合在一起就对了 就是const int star const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东西的话 就代表指标不能动 它的内容也不能动 就是这样 那这个东西反正都不能动 就不要去动它 那这种东西的过程中间就是说 你如果要确保 你如果要确保 它的内容 就是你虽然是传参考 但是你又让它不能动的话 你要固定让它的内容不能动 指标也不能动的话 那你当然用这种宣告 那这个这边有个简单的 也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例子 一样 当你宣告s45y 然后宣告point是一个const int star const point 然后你把s的这个address 存到point之后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 先去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之后 当然你在接下来 如果要改变 要把这个point要从5变7 这个point里面的内容原来是5 对不对 直到内容是5 那你现在把它存成7 那这个时候就产生错误 那如果你要再把point去改变 它变成y 那它也不行 所以这边也会产生错误 所以这边有两个error 有两个error 那你在编译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这边有两个错误 因为你已经宣告 它的point是constant 然后它的指向的内容也是constant 所以你尝试去动它的内容 或是你尝试去动它的address 都会产生错误 所以这个就是四个 所以回到我们最前面的概念就是 它有这四种 这四种方式 那这四种方式就是 课本这边写的 指向非常数资料的非常数指标 指向非常数资料的常数指标 指向常数资料的非常数指标 指向常数资料的常数指标 反正就这四种方式 那这四种方式 你可以把它去对应到这样的一个说明 你可以用这个例子去看看 你就会比较容易清楚它到底在讲什么 回去再看一下 不是上课讲完你们就懂了 上课你大概先有个概念 回去还要自己再花时间去看 你们以前有在高中上课 老师上课讲完你就会了吗 你要不要回去看 要啊所以大学也要看啊 你们回去我们在看书啊 没有对不对 维基芬你只看维基芬 看不懂 维基芬怎么会看不懂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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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基芬怎么会看不懂 维基芬 看不懂问助教啊 你们有没有助教 没有 没有 问老师啊 老师 诶 诶 他讲日文啊 没有没有没有 他讲英文更好啊 那讲广东话当然 自己想啊 自己想啊 诶你们维基芬没有助教啊 他只有考试会出现啊 你们能不能跟老师说如果有问题 能不能问助教啊 他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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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回答 好啦我再想办法看看 因为 阿密托 郭线航已经来不及了 我看到下学期的课表 我就快哭了 哈哈哈哈 下一期的课表跟 第一格就是维基芬 黃亦晴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上学期可能来不及啦 我下一期我可能会 可能会 我会希望就是说有个助教可以来协助 因为助教可能也不是会是乔生 所以他如果可以解释给你们清楚一点 就像我们记盖的课也有助教帮忙 所以上课虽然你们听不懂 助教都会很尽力的协助 你们尽量去了解他 所以总是会多一点帮忙 那我想维基因分看不懂也是 维基因分看不懂你还可以Google啊 我跟你讲维基因分你要Google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找得到 但你不一定要用中文啊 你有时候用英文去Google 像你哪边看不懂 是吗 例如 是哦 我看YouTube很多都在上面直接上维基因啊 当然他也许是用英文啊 所以你们可以上去 你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啊 就是说你们如果真的看不懂有各种方式 现在不像我们以前那个时候没有网路啊 我们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第一个当然问老师 老师通常那时候不理你啊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老师基本上就是上完课就走了 他也不会跟你有什么任何互动 那当然就找助教啊 但是助教通常都是博士班的学生 那博士班的学生通常也不太理你啊 那所以怎么办 问学长啊 所以你们有没有学长 你怎么会没有学长搭的人都死光了吗 不一定要问直属啦 就问任何的学长看有没有机会帮忙嘛 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有网路啊 网路的东西你们上去Google 很多东西都可以查得到啊 所以不要把那个当成借口 学习有时候是自己学习 当然课堂是一种方式 那课堂如果实在不足的话 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去 从其他管道来学习啊 不是只靠老师靠助教 对不对 有时候还是要靠自己 那当然我们上课我会尽量 尽量把我能够让你们了解的方式去了解 那你们如果实在不懂回去再看 如果实在还不懂当然还有助教啊 那不然就是在下课之后再来问嘛 那刚刚讲到哪边啊 讲到就是这个东西反正就是 要一定要搞清楚啦 因为这个期末考一定要 因为这个也说实在也不难啦 也没那么困难 因为这个逻辑思考很容易啦 然后赶快 我们再回到刚才最后的那个例子 还没讲完呢 刚才我们有个copy的例子 我们这边有两个copy 这两个copy呢 当然就跟我们搭配刚才说的 利用正列下标法 或者所谓的指标位移法 其实两个都是一样的概念 我们直接看例子 这两个例子就是有两个copy 那这两个copy copy1跟copy2 你看他这边copy1用的第一个是什么 他就把const写在这边 所以他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指标是不能动的 这写在里面的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const又const 所以代表都不能动的嘛 所以他这个就是用 刚才我们谈到这两个例子 然后呢第二个copy是 第一个s1是可以动 第二个呢 是他指向的内容是不能动的 s2是可以动 但s2所指向的内容 原来s2所指向的内容是不能动的 所以他是有这两个copy 那这两个copy其实很简单啦 他这里面就是有一个copy1是没有东西的 那copy2是hello copy2他是用这个 这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 可以当成是一个阵列的概念嘛 对不对 那character star string 2 就等于用一个自串的常数去传到他的这个什么 让他这个指标 这个是可以的 那另外这个一样 string 3是一个不知道的东西 反正我们是要把4 copy到3 那他这边就用string 4 然后他这边用我们最原始的那个阵列的宣告方式 然后是goodbye 那接下来他就是copy string 1 string 2 然后copy 2 string 3 string 4 所以就是把2copy到1啦 4copy到3 然后再把它印出来啦 就这样而已 那这两个copy有什么差别呢 第一个copy 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里面 你看这个for的回圈跟这两个 这两个都是用for的回圈 对不对 这两个都是用for的回圈 那这两个回圈有什么差别 他其实在他这个你看这个for的回圈里面 他的本体有没有东西 都没有东西啊 但是他就是用什么 在这个判断式里面 他直接做了这个assignment的动作 有没有 他就把s2i assign到什么 s1i嘛 这个就是一个assignment 对不对等号啊 等号这边不是等号 这个等号是assignment的意思 对不对 不要搞错啦 所以这个assignment 一旦成立 他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他所传过去的值啊 所以他如果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大h 所以他这边assign过去之后 s1就变成大h 那大h 他的结果就是大h 所以他不会等于什么 backstage0 所以他就会继续再把i++ 那这里面他里面的所有东西 s1是不会动的 s1的指标是不会动的 但是他的内容是可以动的 所以我们这边把它assign过去的时候 他的内容是可以动的 他的内容是可以变化的 但是他的指标是没有变化的 那当然s2 s2他基本上他这个我们也没有去动到他指标 因为这边完全都是仔细用他的阵列的方式 所以这边虽然他是宣告成这个什么constant的指标 但是他完全都没有动到他的指标 他把它变成反而变成什么 变成用正列的方式去处理它 所以他的回圈根本没有去用到那个指标 所以他的指标就没有动了 都完全是用正列的概念 那后来这个呢 这个里面他就用到指标 那指标的话s2它是一个const 它是指到consts2代表什么 s2的内容是不会变的 它不会动的内容 它是assign给什么 assign给这个s1嘛 那s1是可以动的 s1它指向的内容 还有它指标本身是可以动的 所以这边就去动到他 那这边assign给他的话 他就一样是各个字元各个字元 这也是一个回圈嘛 那他assign给他的时候 他当然就是他 因为这是什么 取值运算源啊 信号啊 信号是取值运算源 所以s2一开始是什么 可能是大写的g 所以他g就assign到s1 那当然不等于backslash0 所以他这边就会继续往下 那往下的过程中间 你看他的s1加加 有加加s1 有加加s2 有没有 有没有加加 这边是两个加加 这边就有一个i加加 因为i加加是只是它的正列的 这是用它的原始的正列的方式去处理它 原始正列的下标 那这边是用什么 用指标移动 指标位移的方式去移动它 所以他要把s1加加 s2加加加 那s2可不可以加加 可以加加 s1当然本身它是可以动的 是可以加加 s2可不可以加加 可以 可以 因为它指向的内容是不变 但是s2本身是可以变的 所以s2可以加加 但是如果 你这边是caricate star const s2呢 那你在这边s2加加 就会错了 就这样而已 这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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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所以他印出来结果就是 string1就被copy过去 string3也被copy过来 所以就等那边s hello goodbye 好啦休息一下 下课吧 休息一下